誒同學,接下來我們講一下第十題 第十題呢,他說P點AB是在這條線上跑來跑去 在這條線上移動 然後呢,PQ的距離 PQ的距離會隨著P的位置不一樣,會改變 比如說你P在這邊,還是在不同的位置 這時候PQ的距離是會不一樣 然後他問你說最近距離,請問什麼時候會最近? 垂直、最近 那請問一下,最近距離要怎麼算? 很好 非常好 同學,這個最近距離其實就是這個點到這條直線的距離 這樣沒問題